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召开 现任总书记率先入场 满头白发的胡锦涛由人搀扶第二个入场 坐在大会主席团座位的 除了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还有多位已经退休的大佬 包括胡锦涛 李瑞环 温家宝 贾庆林 张德江 于正生 李兰青 曾庆红 张高丽等 105岁的宋平同样出席了大会 坐在曾庆红和张德江中间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芳也出席开幕式 坐在主席台后排 96岁的前总书记江泽民 和94岁的前总理朱镕基没有露面 在去年的建党百年大会上也没露面 不过 二人都在二十大主席团常委会名单中 浙江省出席二十大的51名党代表 14日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浙江日报短片显示 戴着口罩的党代表们逐一步下闲踢 其中包括前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锋 一头白发的他 双手分别提着公文包和纸带 未望镜头 匆匆而过 胡海锋周日抵达人民大会堂 心情愉快地与其他党代表合影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胡海锋表现很低调 记者问有什么感受 他避而不答 回指今天天气很好 对于在里水的工作表示收获很大 记者问及其父如何 他没回答就去帮别人拍照了 但还是很亲和 和记者握手并问 你一直都在北京啊 现年50岁的胡海锋 相貌与父长得很相似 仕途一直备受关注 他历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 嘉兴市委副书记 曾任嘉兴市长 担任里水市委书记已四年多 胡海锋在今年7月浙江的党代会中 首次当选党代表 他主政的里水 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与福建省接壤 是浙江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管辖青田等县 但人口仅268万人 经济较不发达 胡海锋曾经粉末登场 发布名为 胡海锋邀您游里水的视频 亲自旁白介绍里水风光 向全中国游客发出邀请 外界猜测 他在二十大后会升职 十九大召开前 精神不错的胡锦涛曾与妻子儿子 现身于广州市最热闹的商业街北京路 并参观了附近的西湖路年宵花市 大批市民家道欢迎 中国退休国家领导人的生活与行踪 从来都备受关注 报道称 胡锦涛退休后迅速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再有出现的场合屈指可数 其现身的场合大抵有三类 一类是其他退休领导人的追悼会 一类是中共和国家重大活动 如国助活动、阅兵 一类是外地出行 报道称 胡锦涛退休后最大原则 是不跟任何人谈工作 但喜欢同普通人聊天 据了解 每天早起后 胡锦涛就会练书法、吹口琴和剪指 兴致一来 还与夫人扭上一段东北秧歌 当然 身为中国国家退休领导人 他的日常生活与普通百姓毕竟还是不同 根据1982年出台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老干部退休后 基本政治待遇不变 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 按照规定 胡锦涛等人依旧可以阅读文件 听重要报告 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和重要政治活动等等 而其退休前的医疗、交通工具等待遇也一律不变 在不变的背后亦有微妙的差别 2013年4月25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 胡锦涛的《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这也是胡锦涛卸任以来出版的唯一一本书 退休后 胡锦涛更喜欢到外地去 虽然目前看来仅有寥寥几次 他离京外出大致可分几类 第一类是返乡 2012年12月27日 他回到阔别34年的故乡江苏泰州 2013年9月 他回到祖籍地安徽省济西县的龙川村祭祖 在泰州 他回到母校泰州中学 坐在当年的座位上留影 还在教学楼西侧的空地上 栽下一棵银杏树留作纪念 邀请夫人一起浇水 在济西龙川 他与夫人一起去了胡家祖宅 观瞻了胡氏宗祠 并一同前往祖坟祭祖 在祖籍地 夫人还在观赏老宅景屋时 胡爷爷对夫人说 不要站着 来 坐下 我们一起来喝杯家乡茶 第二类是故地重游 2012年12月 于半个月前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 赴贵州遵义 碧杰 贵阳等地考察 2014年4月 他又走访了贵州同仁等地 2015年5月7日 距离汶川地震七周年纪还有五天 胡锦涛到北川 看望当地群众 镇后恢复状况 这是胡锦涛 镇后第四次到四川镇区 而北川 则是他每一次行程中 必到之地 当地消息人士透露 但首长方面说 这是一次私人行程 首长随行人员 要求不要报道 因此 当地政府 并没有再安排媒体报道 第三类出行 应是休闲 这类活动 当然更不会有相关公开报道 在正式卸任中国国家主席一个月后 2013年4月 胡锦涛首度公开亮相 游览了著名景点 桂林 杨硕 之后 还看了印象刘三杰的演出 和刘三杰饰演者黄晚秋聊天 一年后的4月 他又现身湖南大学月露学院 凤凰古城 而到访月露书院 可算是胡锦涛的夙愿 早在十余年前 胡锦涛到湖南讨查时 就表示希望到月露书院参观 因公务繁忙 未能成行 再次游览外地 则是在武夷山了 之前他已有两次春游 而这次可算是退休后的首次秋游了 与退休后的胡锦涛接触过的人透露 现在的胡锦涛 常以一介草民幽默自称 十分享受寒宜弄孙的生活 7月1日 中共建党百年官方庆典上 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胡锦涛 一同献身天安门城楼 在中国官方的直播镜头里 习两度伸手示意 礼让胡先行入座 值得一提的是 习近平曾至少三次 感谢与评价前任领导人胡锦涛 胡锦涛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 在五件事上都有很高的见数 其一 2006年9月1日起 我国全面实行9年义务教育 它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二 2006年1月1日起 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 到2005年废纸农业税制 共计实行了整整2600年 现在农民种地不但不交税 还有补贴 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 其三 黄岩岛纳入实际管辖 2009年3月10日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 不顾中国的反对 正式签署领海基宪法 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 划入非领土 菲律宾方面 2012年4月11日称 非军舰在黄岩岛海域 与两艘中国巡逻船发生对峙 但是中国采取多种努力 实际控制了黄岩岛 现在黄岩岛局势已趋于稳定 没有战火 可使他国沉浮中国 历史并不多见 记得胡锦涛在一次出席G20峰会期间 俯身拾起国旗的镜头 在网上引起热议 这样的举动 彰显的不仅是大国领导人的风范 更体现出的是对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重视 其次 胡锦涛从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考虑 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胡主席做出这个重大决策 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的深邃思考 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瞻原主 博大胸怀高风亮节 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立下高风亮节的新规 为中国政治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五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领导集体 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指导思想 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多方面的发展确立了原则和方法 将人本思想融入到党的指导思想 这还是首次 再一次将党的指导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